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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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我下班了啊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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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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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车停在这儿不是来接我的吧 不是 是啊 刚下班看见车还停在这儿 总是老地方 以为是接我的呢 老地方挺习惯的 咱俩呢 关系已经结束了 以后是普通朋友 所以不用来接我了 跟你说一声 可以 跟你呢 你说不接就不接 你不回家吗 我这儿还有事呢 找本事了 我本事本来就不行 只不过有的人看不到 那就不要让我看到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还故意找一个人 扭进没进啊 我告诉你 黄大修你想多了 我根本就不在乎 以后不要再整这种事了 想你弄雅成真 我跟谁弄得真的 从来不做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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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啊 你这么沉 你说你抱 抱得多吗你 行了吧 抱 抱 抱 徐大夫 还有事吗 你好安心呢 一好安心呢 还在吗 看不见了 吓死我了 这种忙我不能再帮你了 只能帮你这一次 以后没准还得来个两三次 不行 你没看刚才徐拜扶的影哲 杀我多少次吗 这说明有效啊 你们是有效了 那我以后不跟她成仇人了 她会赶紧你一辈子的 小董 先送徐先生 先送小白姐 我跟徐天最后送 不用 我跟小白一块儿下车 你不回家就胡了 先回家 先吃饭 随你 你什么事带了吗 给我 干吗 不给 哒 多好 我把东西放在宾馆一会儿 谢谢啊 好 好 豆豆 一会儿见啊 她在家吗 我也刚下班 怎么这么大伙子 我瞧着小白又生气 你瞧着谁都生气 我太大 你管我呢 大乔是怎么样了 别提他啊 千万别跟我提他 为什么 我没问 我神烦 不明白才问 看见那人了吗 哪个呀 长得特别像成功企业家的那个 把他给我叫过来 那个 你别照着我爸找啊 我爸长得跟修鞋的一样 那个看见了吗 那个 豆 你 1964 你还想 回来了 怎么在车里待着呀 过来跟慧姐说两句话 没想到你也在 我接小会儿 你这破产以后 确实是闲得没事干啊 这一天天专门就追女人 这话听着不太友好啊 那你误会了 不是不太友好 那是特别不友好 哪儿冒犯你了 我想想 不就来得及吗 你没冒犯我 自从你出现 时时刻刻都在冒犯徐天 这话不对 你现在确定就追慧姐了是吧 非常确定 徐天的心脏是胡小光的 胡小光 那是慧姐的老公 也就是说 说我冒犯了徐天 反正要不是因为你 徐天就不会回美国 蒋小朵 你严重恋爱了 少跟我来这套说你的事呢 我不出现 你希望徐天跟小会儿好 现在有我 好事啊 没听说过喜欢一个人 还要往外推呢 我跟你不一样啊 喜欢就是喜欢 就是别人得得想办法夺过来 我才不多呢 跟我没关系 最硬 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了我 想办法留着她 留不住 她马上就要跟小白姐回美国了 不是复婚 就是伤心了 走了 左也是姐 右也是姐 你自己在哪儿啊 我在车里呗 问你个问题 徐天喜欢你吗 如果不喜欢啊 别瞎耽误工事 你怎么跟我爸一样 关心你 那慧姐喜欢你吗 你觉得呢 往下车 好 拿得了吗 拿得了 慢点啊 来 朵儿 姐 回来了 给你 给老梁的 什么呀 山西老陈醋 酱血脂酱血鸭 得 谢谢你 徐天要走了 誤啥呀 他回美国 知道了 你们一个个都无情无义呀你们 怎么了你 你走吗 你走吗 回家吗 回家我送你 这不来了吗 来来来 给我 给我 成了 那个 我们先走了啊 行了 明天上班见 拜拜 再见 走吗 你别送我了 把东西给我拿下来吧 好 嗯 你车呢 没了 穷摸在哪儿呢 还有最后一本积蓄 星星就何可了言 哎呀 一句话我就有底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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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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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咱们的醋吗 味很正 回去给老亮包饺子 小斗说 嗯 许天要回美国 别跟我说了 让我帮你约她 跟小白一块儿走 回去也许就复婚了 有点婚 慢点 慢点 慢点啊 慢点 我兜里有一样东西 拿出来 什么呀 拿出来看 我兜里有一样东西 拿出来看 什么呀 拿出来看 我兜里有一样东西 都要喝 我保重 看看 那我 太习惯了 离开 做 那个 最后 有点 你不想要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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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回就回 说走就走 什么时候的机票 都这几天了 一块有 国内有毒啊 这玩意跟逃命似的 要不是不回呢 我先买把车了 别收 到我还没吃 行 我先刷这些 本事够大的啊 一趟山西就把你弄回去了 好 我说他本事够大的 你说响点 我 我敢吗我 你就说这痘痘 你一个医生 一天到晚不务正业的 就冰了邦朗玩游戏机 你就这孩子饭也不吃 我爱看我 哎 都什么毛啊呗 你多大了都 你可没白不回来 你这就胜利了 妈 妈 我喜性革命 她会原谅我的 妈 回美国了 什么时候啊 就这几天 付婚啊 不付 那先做个复查吧 让大仙给你做 我 你跟大仙怎么了 我把他抛弃了 后来呢 肯定有后来 后来他就跟他们科室的护士长好了 要我说 他绝对之前他们俩就有问题 要我跟大仙谈谈吗 你跟他谈有用吗 应该管用 那就谈 先吃饭你 不是 你跟那小会儿断了没有 没开始过 一点也不饿 就算走了也断不了 好 行 我待会儿吃饭去 小白呢 回宾馆了 你哥呢 看着他那没食欲 现在可以吃了 妈 给我打一下 我打你一下 给你打一下 这海子 乖呢 小坤 干什么呢 存折 存折干嘛 我得给你钱呀 这就没必要了 再说你也存不了多少钱 给我还不够我开销呢 那戒指多少钱呀 存在你这儿呢又不是给你的 防止我有着医治彻底饿死 那你存折我也得把它找到呀 最后一次放哪儿了 最后一次就放那个衣柜里了 这小柜子里呢 这小柜子里呢 我不会放那儿的 防垫底下 我也更不可能放那儿 好 胡小光呢 放回去 跟我差不多高 我让你放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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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关不过 以后日子没法过 编制局 我现在不是编制局 你可以把我当成胡小光 把衣服脱了 出去 逃避没用 你不能老活在往事里 我把你把衣服脱下来 给我出去 什么也没有 别坐 走那天也别坐 一送就别扭了 来来去去 日子本来就这样 那你懂什么日子 本来就这样 逗逗说的那个 那检查身体别忘了去啊 还得 赶早一点 实在不行去美国查一下也一样 你千万别 我就怕你说这话 有大仙呢 很方便 行 你去 那假肚知道不知道 你要回美国 知道 怎么说 挺高兴的 挺高兴的 这小丫头 没心没肺的 我说你这一个多月 又两小会儿又假小肚儿 喝喝倒了一场梦你是 回去吧 妈 我走了 明天回来吃饭啊 回来 嗯 美兰 吓我一跳 你怎么坐在这儿呢 你可不可以给我梁先生的手机号码 行啊 你这两天忙什么呢 我一直见不着你人 上培训班呀 培训班 培训什么呀 三星手机使用培训班 你买手机了 太好了 这就对了 得跟时代接轨呀 那天我经过你的办公室 听到你们在聊天 我就没打扰 到街上就买了一个手机了 行 你把你那个号码发给我 我把他那个电话号给你转过去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给我手机我给你闹 你给我打过来就行了 在屋里 走走 回屋 走 我去看吧 来吧 在这里 您的偌导 我先把屁股放在一起 把屁股放在一起 就是自己的屁股 再用其他屁股 的屁股 我可以用来 用一屁股 用一屁股 所以我用一屁股 用一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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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去了 散步 怎么了 心情不好 有心情不好的道理吗 按说应该是没有什么理由 让你心情不好啊 不过想心情不好 也可以找出理由 开门吧 干吗 你今天晚上打算睡这儿 行吗 我思想斗争一下 赶紧开门吧 我一会儿还赶地铁呢 已经答应一起回美国了 回美国不是也一起睡吗 不是夫妻了 就算回美国了 也住不到一块儿去 是啊 赶紧的 钱呢 笼高给那母帅 那儿呢 明天我忙 你要没什么事干 你订几票吧 订票 后天博士段 行 钱是不别人的 不能打 道理不用我跟你解释吧 没道理可讲 你怎么神神道道的 没有啊 不挺好的 我刚才洗了个澡 走了 睡这儿吧 我的意思是 要不然你在楼下再开店房 明天早上班了 住哪边离得近 住这儿一早还得往公司干 电话 我这样闹得就可怜 睡不在你们 你们在哪儿 我这里给你这儿呢 我听不见一眼 不在哪儿呢 我来了 这是大人的 亲爱的 停停停 你先听我说 我怎么就遇见你了呢 缘分 真理了 说实话 是的 后悔吗 一点也不好悔 我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以后我们每一分钟 每一 停 从现在开始 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为什么 受刺激了 那是激动的 所以你怎么想 老梁 刹两盘呗 刹两盘 哎呀 钱人子你怎么不找我刹呀 拉顶多好啊 我不是受伤了吗 伤着麻烦练了脑子 可是你这胯部轴都好挺快的你啊 那是你架不住这底子好啊 底子好 你好了 还得拉呗 必须拉呀 那玩意有啥意思 这拉丁可比这健身强多 他有个伴不是吗 有个抓闹啊 抓闹 我看多让你抓伤了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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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这 你们在哪儿了啊 刘家瑶啊 刘家瑶 哦 来天我给你求是 怎么想明白了 不是 万一你说你 那话我找我再玩了 身边总得有一个给你挂120的 你能不能说点急的话 急的话 他不实在 哎呀 我是刘兰芝 如果今后几天北京的天气好 我想去游赏厚海 不知您有没有心情一起 怎么天气一半啊 明什么天啊 你问他 你去哪儿 你 我想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四个家 更多派 你想去哪儿 你不想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 naar 他上班了 找您 吃饭了吗 没呢 我做饭包的饺子 你吃饭 行啊 好 好 就是那个假药朵给的那个老醋啊 味道还行 一大早 那谁小货 嗯 吃点六个 这多严重的事啊 你就赶着小货不在 还专门跑一趟去啊 上回咱不是说吗 我和小货顺其自然 你说的 今天啊 我陪小货去看胡晓光 啥时候啊 中午 小货去出版社点个忙 我过去接他 去吧 您要是没意见呢 我想跟小货正式提出来 怎么还我先表态呢 一家人就两口 您是长辈 以后在一块儿生活就是三个人了 当然得征求您的同意啊 这顺其自然吧 就是觉得 自然得太快了吧 主要啊 主要啊 我月底要去趟南方 时间不好控制 想走之前提了 干啥去啊 北京的官司一点悬念都没有 输了 南方呢 有我之前投的一个项目 如果处理得好啊 两年时间差不多能缓过来 哦 那小货知道吗 大概知道 但我要过去还没跟他说呢 一切得先跟您商量吧 还挺重视我的 够不够 够了够了 好嘞 还真香 虽然我现在经济能力弱 但是我有能力保护小货 以后啊 除了不能陪您喝酒 其他什么都成了 来 来 那以后 就住南方了呗 那怎么可能啊 人家去南方肯定不使用啊 不错 那这这北京这 这没发出目啊 我还没想到那一步呢 那万一您觉得我不靠谱 我连跟小货提的底细都没有 那个官司输得挺彻底啊 那还有假啊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赖账的小叫叫叫什么样 我这样说 这小子别让我碰到他 我告诉你 你也碰不上 碰上也没用啊 自个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饭不上 饭不上 这嘞 嗯 给你的 什么玩意儿 取牙剂 没事自己量量 我有 你这老式的 这电子的 方便 这说不对了 就这么多 咱有合约按合约执行行吗 不少了 不是 一千八百万百分之五 公司得九十万 我拿一半四十五万 可您这个三十五万 公司不交税了 交完税这数对吧 那我还得扣呢 没听说过一笔钱国家扣两回税 反正钱在我账上 你要拿就三十 行 下午能拿吗 下星期还差点数 你要这数必须下午有 那你要这么快那还得扣俩点 一万六 那还得扣俩点 行 行 行 明天一把给你 行行行行行 许条 你说你这么着急要钱干什么呀 你放在公司账上一点点提多好啊 辞职了 怎么了 美国有点急事要做 你说你干得好好的 我钱又不是不给你 你不去厕所吗 想静静 烦你吗 我也想静静 在这儿站了快半天了 谢谢大家